老照片,泰山脚下的市井生活,泰安1942年,泰山被古人视为直通帝座的天堂,成为百姓崇拜,帝王告绩的神山,有泰山安,四海接安的说法,自秦始皇开始到清代,先后有十三代帝王,隐自秦登泰山封善获祭祀,另外有二十四代帝王遣官祭祀七十二次, 泰山又名泰山,泰宗,泰月,冬月,泰月,位于山东省中部,隶属于泰安市,泰安因泰山而得名,泰山安则四海接安,御国泰明安之一,城市位于泰山脚下,依山而建,山成一体,位于山东省中部,北义山东省省会秦南,南连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顾礼屈父, 东连商城联谊,西边黄河,北聚省会济南是六十六点八千米,南至三孔圣地,屈父是七十四点六千米,泰安城隐山而建,山成一体,金代文庙碑称,有阅词壮观其中,有代宗,除来,叛文,曹,继,以环报其外, 泰安府的设立,标志着泰安地位的提升,也让这座城市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,旧城全长七里,设有四门,全城以戴庙为中心。 据名人张黛描述,每之春季,这里护廊,前客挫杂期间,其余空地斗机,促局,走解,说数,香枯台四五,气台四五,数千人如风如矣,四民浮透,醉称号障,西门外市商业区,烟火数千家,百货杂陈,清末有商号六百余家。 西城区还有许多接纳相克的大殿,泰安的南门是一道锁京,交通畅达,南北旅客,多经此门,泰安驿站便顺于此处,北门则是登山摇土,旅游服务也十分繁盛,到了清代后期,泰安城已发展成了鲁中一大都会,历代帝王登峰寻幸泰山,都要重修庙宇,大兴土墓, 每一次都给泰安城带来新的变化。 中华年国初期,费州、府、改省、岛,县三级至,原泰安府所辖各谢,分属济南、济宁,东临三道,1927年费岛, 1937年后,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泰安化为第十二区,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史智历程,后移至泰安县领察, 今新泰市境内,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划为第十五行政督察公署,专属驻泰城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,泰安专属,于1940年3月再来无限成立, 史历鲁中行署,1943年1月泰安境内共产党领导下的泰西专属,远东专属和并为禁忌鲁边区第十六专属,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两专属又分治,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,泰山、泰西两专属,军改属鲁中南行署。 1950年五月,泰山、泰西两专属,合并为泰安专属,铸泰城,1958年11月,泰安专属撤销, 1961年五月复制,1967年三月成立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,1972年7月,改为泰安地区行政公署, 1985年五月撤区,原县级泰安市升为地级市,截至2016年,泰安市匣两个市匣区,两个县级市,两个县。 依照山城一体的风格特点,泰安的街巷从命名到悬址,建设都夹杂着浓浓的泰山韵味, 曾经的泰安虎城八大街巷,如今有的依然裹挟着以往的历史风貌, 在现代化的新城中一世独立,有些则随着时代的变迁,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。 泰安,1942年,摄影资料,海达莫里寻。 泰安,1942年,摄影资料,海达莫里寻。